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大家好 欢迎来到日工配信第59集 我是艾迪 你上个礼拜日本火腿祭司 你说中天想被交易到了巨人之后 我想20号开始算到我29号录音的这一天 其实也过了10天了 那这10天在日本这边其实渔波荡漾 你要真的要说的话渔波荡漾 慢慢的大家各界 各界不就艺人界演艺界 还有一些可能体育界 多少都有一些可能是支持中天想的声让 或者是对这整个事件处理 有一些觉得疑问或不满的声音也都有 那这一集的日工配信 我想就等一下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些 这些人物或许应该都跟日本火腿比较有关系的 我们来介绍这一个部分 那这一集的节目一开始 先来一个听众留言 他是在Apple Podcast这边留言的 Master SP7 那他留言的是 对于火腿这次处理中天想事件的方式 他说对于这一次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 他的想法大致上都跟日工配信节目里提到的 这个贾户先生一样无法理解 明明就有很多方法可以处理的 让球迷可以接受大家可以满意的 可是感觉就没有这样做 然后另外还有提到也是上一集 然后居之安丁一口气就消失了 没了两个宣传大使 要不然先送木村文记跟佐藤隆士给他们 平早是没办法 不过中田祥这档事 日本火腿这边 真的要好好地跟居之安丁道歉 我想也是除了这种事情 让人家有点本来规划好的一些活动或什么的 虽然不至于到取消 可是变整个人选都要全部换掉 是真的蛮麻烦的 一定也是对居之安丁很抱歉 你说木村文记跟佐藤隆士 我觉得是真的蛮高的机会 就这样替补进去 变成居之安丁的今年的宣传大使 几率是很高的 应该也是这样 刚好两个 接下来要进行 这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节目内容 刚好提到钟田祥的事件 其实我觉得从大部分 大概8月11号 就跟球团社长出来跟大家公开之后 网路上有时候逛啊逛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些应该到时候都是住在北海道的日本球迷 然后他们就会去有点觉得 他们自己感觉 比如说到20号之前 甚至20号之后 就大概这一段期间 北海道当地的媒体 或者是有一些日本火腿的球团的欧逼们 感觉起来好像都不太去详谈这件事 不就比如说之前介绍的 比如说森本新记者 他就说对整件事没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之前 他是就没有要做评论 那一开始这个严本免原来的立场 也是大概是这样 就是他觉得就是 尤其他又是日本火腿球团的欧逼 他觉得一定要好好了解之后 再来跟大家说他的看法 那就在上礼拜 礼拜几我忘了记录一下 在上礼拜就对了 严本免首先开炮了 在他的 我好像一直参加广播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出来了 主要他大概有4点 他的这个看法 有点质疑的部分也有 他第一个比如说提到 前面的节目介绍过的 应该都有提过 他觉得没有一个 由日本火腿球团主导的 钟点香的道歉记者会 完全没有举行 这是他第一个要质疑的 他是说他觉得至少这个场合 要比如说有监督或球团社长 和钟点香一起出席 来开这个记者会 来跟大家道歉 他说因为毕竟发生这个暴力事件 这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他在 严本免自己在高效野球的时候 他高升的那一年 他就遇到了他们的这个学校的球队 发生暴力事件 他说发生暴力事件在高效野球来讲 是要负起责任 就是整个球队都可能会被禁赛 完全就没有 你那个夏天就这样结束了 他说他就是体会过这样经验的人 他深深知道就是发生暴力事件 对整个团体来讲 其实是一个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他变成球团这样子处理 好像也没有一个以日本货队身份的时候 来跟大家道歉 他觉得是这个第一个最质疑的部分 尤其他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又体验过类似的经验 他知道发生这种事情的严重性 就感觉怎么可以这样 好像静静带过这样 第二个部分 他提到的就是比较偏巨人那边 他是说钟点祥决定要交易到巨人之后 他觉得对于一些媒体的报道 他是抱了一些疑问 比如说 当然比如说钟点祥到了巨人那边 巨人那边愿意给他这种10号的备号 是象征意义蛮大的 但对钟点祥来说是很幸运的事 表示人家还是很看重你 但是之后我们又看到了 比如说长岛茂雄 这个民域监督在赛前 到了球长看球 特别媒体去报道 钟点祥去拜会他 跟他挨沙子这样握个手 之后就打了一个权利党 虽然去挨沙子都是当然的 可是有必要要特别特别 这样子把它写出来吗 另外一个就是再过了一天 这个又有媒体报道 钟点祥借由巨人邱团 要来捐出300万元给医疗从事者 就是有点感谢他们这阵子疫情的辛苦 捐300万元给他们 这个也有点刻意的要把它写出来 他说当然 这当然都是好事没有错 但是你有点刻意的去把好事放大 那是不是感觉背后就是有一点要美化的感觉 要把这个就是过去发生过的措施 稍微尽量把它淡化掉 好像帮他化一层妆在上面那种感觉 那当然因为发生 他觉得发生这种事 并不能就这样 好像我把它美化掉 这样就算了 应该是要往后用这种 比如说更严厉的态度 来比如监督重点响 让他去实时的提醒自己 不能再犯当初的那个错 而不是犯的错 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道歉记者会 在巨人邱团这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一做好事情 或是做一做让大家留点好印象的事 好这样就要带过去 他觉得不能这样 还有第三个 他是说 他觉得整个 彭霞日本职棒的NPB 日本野球机构 他觉得是应该要出来 再把这些规则定得更严谨 更详细 更妥当一点的时候了 只是他说这再怎么样 也只是他 原本免自己个人的意见而已 然后当然他有点 那种感觉就是 他去说 但是毕竟这个层级又高了更多 已经到NPB的层级 人家会不会听 那这他也没有办法 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可能只是狗废火车 可是他觉得是一个要重新好好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了 那最后一个第四个他是提到说 对于钟年翔个人 这个比如说被害的选手 被他打的选手 还有钟年翔自己的亲人 甚至日本或者球迷们 钟年翔接下来都应该要好好的用自己的表现 来比较替有点也谢罪的感觉 或是感谢大家还继续愿意支持他 怎么说之类的 他觉得是这样的 好 那接下来下一个人 刚刚是提到言本免 这有一点点就是终于有一个日本火腿 OB的人愿意出来说一些话 或是甚至你出来说一些不太同意的意见 那接下来这一个人 大家应该也都多多少少在比如媒体报导 或是一些网路的新闻介绍过了 但是因为我们节目不能少 他既然出来讲话 我们不能不介绍 这个人叫做打笔修友 他也算是我们优良杰出校友 去大联盟打拼了 他在8月28号的时候 在他自己的推特 留下了一些他对钟点翔事件的看法 我就尽量尽量翻译 尽量翻译的让大家听得懂 他说其实在推特里到处都有一些 就是大家想要知道 我会对钟点翔这个事件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会回什么话 他发现好像大家都想要知道 大家都在等他要讲什么 所以他决定 他想要借由他的推特把它写下来 他就说还记得2007年 这个选修会球队第一指名 选到了钟点翔 他说其实回想那个时候 他觉得可以要跟未来这个队友变成队 因为这个选手未来要成为队友 他觉得超高兴的 然后到了2008年 第一次跟钟点翔见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 也不讨人厌的个性还不错的学弟 所以没多久 两个人就成为了蛮好的朋友 他还记得钟点翔那时候 他不顾自己是那种高中才刚毕业的职棒菜鸟 他就发下好语说 我要打20支全力打 说不定可以打30支喔 大概说这种话 而且隔一年就是职棒第二年的时候 也说了一样的话 只是结果是如何 想知道的人请自己去查一下危机百科 那我就直接帮大家不用查危机百科 我记得第一年好像钟点翔没有全力打 第二年打9支 本来就是起始离20支还很远 然后哇这样子的钟点翔 时间过得很快 也已经是打直棒第14年了呀 然后作为过去这段时间 钟点翔曾经做过球队的队长 还有第14棒这样带领着球队 或是有时候大家看到他欺负山谷全市的画面 但是他对小孩子可是非常温柔的 这个打笔就这样讲 他说钟点翔有个非常棒的妈妈 从这个钟点翔入团的时候开始 就常常听钟点翔说 他要好好的照顾他妈妈 那也记得钟点妈妈最担心的就是 这个钟点翔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 就会比较担心 希望他的小孩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孩子气什么的 那电视节目也都有介绍过 比如说以前日本舞台只要到光岛远征 钟点翔就是总是会招待很多队友 到自己的老家聚会吃饭这样 那也让妈妈看到 他像是老大哥一样照顾的大家 好像就不像那种长不大的小孩了 多多少少也让钟点妈妈放心了一些 然后这样子的钟点翔 到底为什么会殴打学弟 那他那时候说他看到新闻的时候 他也吓了一跳 但是不管有什么理由 使用暴力就是不对的 那对此最重要的 他觉得钟点翔应该要好好的 对这个被害者诚心诚意的道歉 也要好好的反省 不要让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只是没有以日本火腿选手的身份 开个记者会向大家道歉 就被交易到巨人 他WHO自己对球团人员 他觉得应该斥责一下 他就是不以为难 没做这件事 不管是不是很爱日本火腿的粉丝 或者是像WHO自己 他觉得他对FITUS有这个爱 像他这样对球队这么有爱的人 都觉得很不应该 因为WHO觉得他想看到的是 以一个日本火腿球团的logo做背景 在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前面 钟点翔好好的站在这个logo前面 向大家向社会大众道歉 他想看到这个样子 甚至他也想看到道歉之后 这个钟点翔还是穿着日本火腿的球衣 打出了拳雷打 但是因为他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之前做过的措施 有点不好意思 不敢那么大声唤唬那种感觉 有点害羞害羞的跑回Benet的样子 他想看到这个 也想看到 就是长大 就是经由这个事件后 有成长的钟点翔 可能平常他跟前辈说话 有时候会不太用竞语 不太用竞语的钟点翔也成长了 开始用一些声色的感觉 用着竞语跟前辈说话的样子 他脑中WHO脑中里有点浮现这个感觉 他觉得以一个不管是日本火腿球迷而言 或者他自己这么爱这个球队的人而言 他想看到的是刚提到的这样 但是这些期待最后都被日本火腿球战 从他的手上拿走了 夺走了 意思就是因为钟点翔被交易了 他原本想的这些画面 好像都没办法实现了 但是为了球迷 还有球团人员 还有队友 家人 甚至朋友 还有所有帮钟点翔加油的人 就算事情发生后 钟点翔可能一度想放弃棒球 他可能觉得我有可能因为真的闯了大祸 可能没有棒球可以打了 他知道钟点翔是那种 即便自己身体忍着 就是有疼痛他也会忍着 然后激励自己要继续比赛 为了大家我要继续比赛的人 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 所以不管对钟点翔而言 还有对这么多球迷而言 应该要让大家留着一个好的印象来做结局 那W球迷自己会这样想 就是觉得他自己对日本火腿 球迷而言 也有对球团人员 他都是很喜爱他们的 所以他从那里一直想 就是再怎么样这个结局 应该是要一个日本火的球迷 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结局 来这样子发展比较好 那当然他觉得也有可能 球团这边想的是 或许就是要帮中人想换个环境 他觉得也有可能是想借由换环境 把一些过去可能会比较懒散 想偷懒的部分 来把他导向正轨 那其实有点像就是 球团这边可能觉得自己 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再把他交到很好的方向 所以可能也是想要帮他换个环境 然后所以把他交换去巨人 希望那边可以真的把他这些可能还像小孩子的部分 这个个性什么的改过来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 也算是个腿迷的我 大比秀他自己 说他自己像个腿迷的我 或许就可以感受到 球团们对球员们的关爱吧 他可能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 大概就可以感受到球团其实还是很爱这些球员 为了他们好 那可能帮他换个环境 希望这样子可以真正的把他的这些不好的部分导正过来 另外后面还有提到 他说大比秀说还有自己很清楚 知道日本火队球团不是那一种 就是球员闯了祸 然后就会想要把他丢掉 甚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的那种球团 他觉得以他的认知上 他知道这个球团应该不是这样的样子 他说从自己入团第一年开始 只要不是在公开的场合 在没有球迷的地方 其实球团这边就不断的告知选手 要以球迷最优先的观念 还有球团这边也会向选手们强调 互相沟通的重要性 他觉得这个球团其实是一个注重教育的球团 甚至还有说比如说比赛后 比赛后发现有时候板凳区有一些空宝特瓶 或是没喝完的宝特瓶 或是有些垃圾没收干净 球员们其实就都会收到球团的这个 有点警告的意思 就是球团这边就会轻轻的警告他们 你们这个比赛完的东西要记得收 不要垃圾留在那边人就走啦 他说这个球团其实从以前就是会这样子的 然后说到这边 他比赛说事情爆发后 他其实有跟宗典祥通过电话 讲过了固人状态 觉得不知不觉宗典祥也已经32、33岁了 而且是一个4个小孩的爸爸了 真的觉得他也算是个大人 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一个大人 当然跟宗典祥讲通话的同时 其实心里也有一点点不是很安定 可能毕竟发生这个事情来打电话给他 有时候就可能有点想说的话 也没有说出来 讲问的之类的 所以其实也没有跟宗典祥好好聊聊 当然他说现在蛮多人都觉得 宗典祥的谨慎期间太短了 虽然他自己感觉也是这样 但是他觉得应该是居人这边已经决定 如果把他交易来了就是要让他出场 他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自己觉得虽然也有点短 但是也只能尊重这样的决定 另外他还提到他觉得 宗典祥的个性是属于比较纤细的那种人 心灵方面比较纤细 他觉得宗典祥自己应该也不会喜欢 比如说事发后事件之后 在大家面前出现的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毕竟自己是选手 所以宗典祥自己也知道 自己还是得努力出场比赛 他又觉得他想要帮宗典太太加油 因为他觉得事情发生之后 太太的身份一边要鼓励老公 一边还要抱着自己 因为太太自己心里一定很难过 因为没有太太会想要自己的老公 在外面打了人 惹了那么大的事情 他毕竟觉得宗典的太太 应该也心情会很难过 但是还要每天鼓励着老公 甚至每天一样 宗老公出门上班 所以他想为宗典太太 还有前面提到的宗典祥 加加油 但是以起为宗典祥加油 他想为受害者更有多100倍的加油 就是替受害者多100倍的加油 另外又提到 其实不管受害选手需不需要 达比秀说他都要送一套 就是他自己的像有点类似自创品牌 Utrition 大概吧 我不会念这个品牌是怎么念 会念的朋友在想办法教我 他就是要送他这个自创品牌的 一整套的产品给他 我印象里有逛过几次官网 比如大概就是一些营养品 然后比如乳禽蛋白这种的 另外有T恤毛巾还有水壶 水壶好像在有一些选手之间 蛮流行的 大家看到你用这个 或者你收到达比秀送你的 他的自创品牌的水壶 好像不错很有面子那种感觉 然后大概是这些东西 他想要送一套给受害的选手 然后另外提到 还是要顺便借这个机会 我这个品牌来做一个反暴力T恤好了 然后突然脑筋动到这边来 他说各位 如果有哪一天真的开始贩售这件T恤 反暴力T恤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买来穿 然后穿着这件T恤到 到秋场来闹一闹 宗田翔 故意穿大家 大家在观众席上都穿着T恤 故意站起来给大家看 这样 然后说无论如何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个美好的一天 他都有打笔修有 看了这个打笔修有对中田翔事件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因为网路上 比如说还有我的那时候在找网的教我日文的老师 但是他也有不要再来推特写一些话 我相信很多很多日本会堆球迷 其实对打笔修都是一个 就像我以前可能 我以前好像在日光背景有聊到 他觉得打笔修比较像一个 是一个自己的小孩 然后再被拉到日本火堆成长 然后我们送他去美国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就是看着自己的小孩 其实也是一路成长过来 你像打笔修 其实刚打职棒的时候 也是有过一段比较顽皮 甚至抽烟被周刊拍到 他也是有闯过祸的 但是你现在看 这个过程一路一路看下来 尤其你现在看到打笔修 他就是一个已经蜕变成大人的感觉 他就比较不会像小孩子气的那样成熟了 看到打笔修说这样的话 其实蛮多球迷 我相信一定都很想要 比如说如果真的可以时间的话 有一天打笔修要退休前从美国来 可以再回来 在日本火队打个一年 再让大家看看他穿日本火队球衣 第一的时候的身手 不管他几岁 只要他愿意的话 比如像我的老师他会说 如果有一天打笔修回来的话 他真的想要跑去北广岛看一场 因为他现在越冰住在招晃室里面 你球场迁入去了 其实以前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有聊过 他说未来要再去球场看球的机会 也一定会比在招晃巨蛋的时候少 然后因为比你老师年纪也慢慢大了 那打笔修是有这种 我相信他有这种魅力 就是让所有日本火队的选手 再凝聚起来的那种感觉 甚至我自己想 如果未来 但不知道几年后 打笔修更老一点的时候 他如果比如开始在日本火队的球团里面 当西装组 当球团人员 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错的路 我是蛮期待看到他 因为感觉他的身手 因为当然他对比如训练上的东西 什么什么 其实很有他的一套 当然我觉得除了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他有他很多的想法 尤其他又像刚刚提到的文章里面 他在推特里面写到 他对球团的爱是很深的 我觉得如果基于这个出发点 如果他以后愿意 然后穿着西装 来管理这个球队 感觉好像应该不会不好 应该蛮不错的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打笔修对这一次 宗田翔事件的看法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人 大概三个 总共有三个 里面提了岩奔免 球团OB 打笔修也算球团OB 只是他这个球团OB还现役 还没退休 第三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 岩本贤一 有些球迷朋友可能就知道他是谁 如果听到这个名字 不知道的球迷朋友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岩本贤一 他现在是日本火队球队的 统跨本部副本部长 他在最以前的时候 新庄刚志 跟我记得小工三物 去挑战美国大联盟的时候 他都当过这两个选手的翻译 那后来日本火队 换了外国监督西尔曼的时候 岩本贤一是当西尔曼监督的翻译 主要是这样 那后来但西尔曼离开了 岩本贤一就留在球团里面工作 慢慢也是升官 升到现在已经是 这个统跨本部的副本部长 他在8月27号 就是达比丘在推特留言的前一天的晚上 因为北亚这边有个HBC电台 广播电台 他里面每个礼拜都有 每天都有吧 有一个招刊Sakurai 他这个广播节目 岩本贤一 因为他每个礼拜五会有一个单元 就是介绍一周的日本火队的新闻 这个岩本贤一三不五十 三不五十他会上这个节目 跟大家可能讲一讲 球队球团现在的近况 那就蛮巧的 在8月27号的这一集 岩本贤一上的节目 那节目里面就对终点祥移籍到巨人 还有一连串的事情 球团的一些对应一些看法 他有说了一下 跟大家解释一下 报道里面就截取了 几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他说比如说第一个 是不是终点祥不是很想 就是在大家面前讲一些话 这样子 有点这样子的感觉 岩本贤一副本部长 他就说 其实整件事 比如说 终点祥对学弟有暴力行为 8月11号 我们球团有出来召开这个记者会 比如让他无期限 先没办法出赛 一二军都不给他出赛 然后后来也还有交易 把他交易去巨人 这些事情 原本嫌疑自己是说 因为大家会质疑 就像打比笑也质疑的 为什么都没有在北海道 做这些道歉记者会之类的事 而是去巨人的事务所那边 才召开才做 那原本嫌疑的意思是说 关于这个事情 他觉得 比如说他们球团 比如日本火球团这边的想法 跟球迷们的心情 想法 最后没有办法一致 就是我们球团最后的决定 跟大部分的球迷的心情 或是想的最后不一样 他觉得关于这个点 他向所有的球迷们 就是深深的抱歉 谢罪的意思 那接下来他又继续说 他说关于这一次的事情 第一个 绝对绝对没有不想在北海道道歉 他说绝对没有 第二个 宋天祥本人也绝对没有不想在这种场合 跟大家说话 没有 甚至说 其实日本火腿球团 完全没有说 不想在北海道做任何一件事 完全都没有 至于为什么 结局是大家不想要看到的那种样子 他说因为这个东西是 当初日本火腿球团跟巨人球团 在很多的讨论当中 两边做出来的决定 因为他们就是讨论的最后决定说 就在东京 那重点想变成是巨人队的议员的时候 那顺便一起做 这个入团记者会的时候 顺便一起来跟大家谢罪 他们最后两个球团讨论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意思就是反正一次做完 过来我们这边的时候 是巨人球队的议员的时候 一起来跟大家道歉 另外还有提到 因为这次中等奖发生的这些问题 炮力问题 还有被交易了 还有一些球团的对应 这整个连续下来的感觉 有一些球迷已经开始就是 比如说离开退会 球迷俱乐部退会 甚至一定有一些抗议电话 抗议的email寄去球团 他说关于这个 第一个他相信球迷要退会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接下来不太想再帮 日本或者继续加油这些话 他觉得他们都诚心的收下了 当然接下来球团这边也会继续做努力 当然他说虽然不知道球团要怎么努力 或者是要努力多少 才能慢慢慢慢的让球迷 对这个球队找回信心 或者是重新愿意支持这个球队 但是对于球团而言 就是会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到 这些原本已经想离开的球迷 总有一天想要再回来为止 他们会继续加油 就是会让家会继续做 而且做而让这些原本可能已经有点 比如说心死了什么什么的球迷 重新又找回愿意支持这个球队的热情 他们会一直继续做下去 因为有一些报道也有提到 就是好像选手这边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完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 就是甚至有的选手 其实也是一个很惊讶的情况 发现原来宗年翔被教育走了 那原本嫌疑他的解答是 因为宗年翔离开球队的时候是没有错 没有一个直接的机会跟所有的队友道别 没有 他证实他承认这件事情 他说可是但是选手们基本上第一个 就是还在日本舞台这些选手们都可以理解 而且原本嫌疑副部长说 他说其实日本火腿的 带过日本火腿的选手们 他们其实在私底下 尤其是飞球季期间 都有很多的联络交流 他相信接下来一定有一些时机 就是这些选手们还是会见到面 意思就是指现在还在日本火腿的选手们 一定还是有机会会跟宗年翔见到面 那他相信他们见到面的时候 他们会就是好好的说这些话 他相信宗年翔跟这些还在日本火腿的选手们 这些前队友们他们的关系一定不会越来越不好 或是就不当朋友的 他觉得完全不可能 所以关于这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放心 不用担心 他在广播电台里大概出来解释 或是出来你说说明也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会觉得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几乎可以说有说跟没有说一样 有说没有跟我说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你说就像前面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 到底为什么不在北海道道歉 他说这只是跟一个巨人两边在讨论的时候 做出来最后的决定 就是到了东京作为巨人队的议员 然后做路团会见的时候 然后一起道歉 只是如果大家再去把这个影片调出来看 或是YouTube找出来看 其实那一天他在东京 在巨人的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场合 应该也是在球场里 或是球团事务所里的一个 比如会议室或什么的 大家去看那一面墙上 也没有巨人队的logo 这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点 就是好像是不是要刻意去 闪避什么 当然这个其实会没有错 是要郑重的跟大家介绍 我们球队借由交易 把中天祥交易过来了 他也顺便要对之前发生过的暴力事件 跟大家道歉 跟社会大众道歉 但是对啊 你前面讲这是路团记者会 但是后面也没有你的球团logo 可是以前我相信只要有交易或是什么的时候 那一些选手的路团记者会 应该后面我记得几乎都有logo 都有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点 那原本嫌疑一旦你说对 他毕竟也是一个现任的日本国队球团的人员 没有错 那你说他就是有点正式出来找一个时机 跟大家来解释吗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这一个广播节目 每个礼拜五都有这个跟日本火腿 跟FITAS有关的单元 那其实原本嫌疑三不五十 也就以前也就会去上了 所以你说我自己是觉得不能解释成 球团借由这个机会特别来跟大家说明 或什么 我觉得只是就恰好 那刚好可能敲通告的时候 原本比如说这一周 8月27的时候 又轮到原本嫌疑要去了 那他就因为他知道去了就一定会被问 那他就顺便解释一下 只是你说内容像我刚介绍的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什么 因为你说他就是解释 他就是道歉 对 大家觉得球迷们跟我们最后球团 做的决定不一样 我深深就感到非常抱歉 所以那也解释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不想在北海道 做道歉或什么什么的 可是你最后就没有做 他就把他推成是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球团讨论的结果 决定让他在台东京 不是台东京做一做 这样就好了 那你说有些球迷很生气的 要退会 我不要再偶尔你了 我要退出了 他也说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这样 但我们球团也会继续努力 对不对 慢慢挽回你们 我们终了一天 让原本对我们失望的大家 重新愿意支持我们 但就讲一些 你要讲 也是类似官话 那你说 重点想 以后还会跟这些前选手 就是关系变不好 或是关系一样很好 那当然他一定是讲 一定不会 他们关系一定都是继续很好 他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心里旧歌 大家充值不交朋友 他也不会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听一听 至少也分享给大家 让他知道 球团这边至少有一个人出来了 可是你说是专程出来 我觉得就不是 而且所有的内容就参考参考 参考参考就好 其实没有感受到太多球团 要再多为这些事情说明什么 反正你们不满意的地方 我是可以道歉的 那我也让你知道 我们就是会努力挽回你们的 对我们的信心 我大概讲一些这样而已 好再来 好了 要跟中天翔五关的 要开始了 毕竟这个球队还是要继续打下去 对不对 还待在这些球队的选手里的新闻 或是消息也是要分享 上个礼拜23号823的时候 新闻报导了 山普人大又当爸爸了 当了第三个小孩的爸爸 这是生男生 也是第二个男生 因为大家知道 因为会比较受注目的是 山普人大的太太 这个甘野阿萨咪 她以前除了当过 这个早安少女主的议员之外 后来也当过 东京电视台的主播 所以其实知名度很高 那因为他们两个 也都是那个北海道人 然后所以可能也基于这个机缘 最后结婚 那大家就比较关心 然后因为毕竟是 也算太太也是名人 那当然山普就说 在这个疫情蔓延的 很不容易的情况下 太太又为了自己生了一个小baby 就是很感谢太太 家族里面又多了一个成员 她觉得自己要更好好的 就是打好球 顺便也要照顾好家庭 大概是这样 好 再来下一个新闻 跟选秀会稍微有关 但是召开的球探会议 然后8月24号的时候 开了一个球团会议 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在这个球团会议 是在杂谎室内开的 在球团事务所里面开的球探会议 那里面媒体大概介绍了 目前日本火腿 这个锁定的名单里面 大约有90名选手 现在已经缩小到剩90个了 高中生大概40个 大学社会人大概50个 大学社会人或许你也可以要再加 那个独联 应该也算在这个区块 大概就是总共大概90人 会议后大渊龙球探部长 有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说关于今年秋天 今年选秀会 我记得10月11号礼拜一 然后查了一下 10月11号应该是有补驾的 台湾这边有补驾的 所以我们来跟这个吻阳讨论一下 是不是要来办个什么活动 感觉如果大家休假 是不是可以比如说 聚在一起来看个选秀会之类的 以前都是透过直播 因为大家都有的都上班偷看 10月11日如果有休假的人 可能如果办也是在北部吧 再讨论看看 大家一起看选秀 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有的话 应该是第一次吧 大渊龙球团部长就稍微回答 关于今年秋天的选秀的候补选手们 但他没有具体提到 日本火队球团这边目前 比如锁定哪几个选手没有 没有具体说出名字 有稍微提到 高校的投手整体来说 关注的选手是比较多的 表示也只是媒体解读 或许有可能 就是指名高校投手的比例 可能会比以往过去几年多一点 因为过去几年至少两年吧 日本火队的选秀上 其实选高中毕业的选手 有比较少 比如这几年比较多在社会人 或是大学比较多 相对来讲 这几年选高中毕业的比较少 所以今年可能 又要稍微把平衡矫正回去 另外有一家媒体 我忘了哪家我没超 他说关于北海道出生的选手们 大元龙球团部长说不太多 没几个不太多 这个媒体大概有稍微解读一下 他说高校生可能有复数个 社会人有一个就是在名单里 然后这个名单 这个人是跟北海道有关的 比如他可能是稻残职或什么的 然后隔天早上的时候 北海道新闻也大概写了类似的报导 但前面几乎一样 但是后面有稍微不一样 他提到跟北海道有关系的选手 高校生一人 社会人一人 北海道新闻居然又把这个更缩小了 前一天另外一个媒体是写 复数的高校生 然后社会人一人 隔天早上北海道新闻缩小了 高校生一人 社会人一人 另外他说 这一样大院龙球团不想说 整体来说高校生比较多 但是 但是因为甲子元在8月29这天打完了 毕竟距离10月11 还有一个月多一点 他说这些就是高校生的投手 接下来 这个球团这边会派球弹去视察 他们的练习情况 再多多看一些他们练习的情况 然后最后回来再开会来讨论 决定可能排序 选择的排序什么的 或是决定要证明谁 这样 要再多看一些这些高校投手的练习 再来决定 然后我自己就想 好吧 因为高校生一人其实 或是复数 其实我觉得锁定不难 因为今年高校的投手你要跟北海道有关系的 其实也就那几只 比如说牧村大城北海高校的左头 你说还有关系的是续川10月高校 有一个幼头手田中风记 这以前的节目都提过 对不对 然后大阪同营有一个松浦沁斗 也是北海道主持续川那边的小朋友 所以其实大概 好吧 复数的话 好吧 应该来就这三个 那你说真的要选一像北海道新闻写的 高校生一人 如果真的要一个人一人 我觉得牧村大城的机会感觉蛮高的 我在这个名单里 但是比较难的就是这个社会人一人 因为两家媒体都这样写 社会人一人 到底是哪一人 我就无聊找了一天晚上 因为有一些选秀的网站 他都会整理出来 对不对 我有一个一个点 一个一个点 去看每一个人的出生地是哪里 然后去看看会不会找到什么刚好的 就这么巧被我点到了 在苏巴路 苏巴路这个汽车的公司 苏巴路里面有一个叫三本农之界的投手 他高中读的是杂谎日大 后来去读日本大学 他的出生地是哪里 讲出来大家吓一跳 我觉得这一人真的很可能就是他 他的出生地北海道北广岛市 我听到这边应该没有错了吧 因为我有全部看完 我不是说看到三本农之界 发现他是北海道我就不找了 我后面还是有机会找 全部看完 真的没别人了 就是有一些选秀网站列出来的 目前比较受瞩目的社会人投手里 真的只有三本农之界跟北海道有关 我找到的就这样 或许有别人指我没找到 但是经由这些选秀网站 好心的日本人整理的名单里 我真的只找到三本农之界这一个 而且他是北海道北广岛市出生 机会大增了吧 机会大增在未来新球场 这个建设地的出生的选手 跟我记得牧村大臣也是嘛 之前介绍过 他说他骑10分钟脚踏车 可能他家就可以骑到新球场之类的 感觉是他了 稍微介绍一下三本农之界 身高184体重86 右头手最快152 我最快要表示他的直球跟滑球 滑球他又有纵向变化跟横向变化这两种 另外他还会投快速直插球 SPRITO 但是重点 他的控球没有还不是很稳定 目前评语大概是这样 有啦 我去找了一些影片看 是大概也没错 控球有时候会走中 会突然偏很多的那种 不是差一点点 突然会感觉如果补手没注意没接好就爆头 那一种 控球可能还不是很稳定 但是魅力可能真的就是 他是北海道北广岛市出身的投手 而且感觉起来身材不差 然后184 86 球速也最快现在有152 如果殖民的话 或许可能比如说 比较后面一点点 毕竟控球这部分 真的还没有到很稳定 或许评价不会那么高 不是七爪八爪就要强的 来看看后面 顺位后面一点点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选进来 我觉得看看 大家到时候10月11号来观察就好了 好 再来下一个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栽腾右速 首帕王子在8月26号的时候 又在二军出赛 可是这次就瞄啦 球队安排他先发 结果投了3局 2个保送1个三振 被打6支安打14分 最后吞下败仗 最后吞下败仗 等于因为之前有介绍过 在中继联营的3场 这一次让他去试试看先发 罢就只投3局 只投3局投不完 没有办法完成5局 这可能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 二军合的东西 当然你说对啦 愿意再给栽腾右速 试试看先发的机会 当然不是不好啦 因为球团有球团的考量 我不知道 而是以他现在的情况 130几个球数 你要他去先发 然后如果还要回一军先发 可能有点不好听 但是其实就是 不要太小看一军这些选手的实力 其他5个球团 一三级你要5局都没出事 真的太难了 一局没出事 就换投 我觉得就还有生存空间 2局3局 甚至投更长的局数 你要在一军 然后都不出事 不被打 真的很难 这些一军选手又不是吃素的 我觉得是这样 但不是不能回到一军 只是 我是觉得要先发真的有难度 中继投个一局 或许有机会 大概是这样 那当然球团有球团的考量 我们做球迷的就看 看戏 或者是就替手报网址加油 也不要一直唱衰人家 如果真的要得完先发 我们也乐见 好 再来还有一个 关于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8月 其实气温都还很热 日本那边也不遑多让 尤其在关东这边 所以有些新闻就提到了抗暑对策 比如说池田荣荫的 还有伊藤大海的 先来介绍池田荣荫的 因为是不同一天报道的 只是刚好都提抗暑对策 我就把它合在一起讲 池田荣荫 那说因为后半战开始 其实天气很热 预定27号的时候要先发 而且气象报告预报 大概气温可能会超过30度 而且因为是对西武 西武大都会居然 其实大家知道原本就是事外 但是后来加了盖子 加了盖子加了屋顶之后 普遍觉得有时候 尤其夏天的时候 排风就是会闷在那边 球场其实是很热 他带了一个比较方便携带的 这种塑胶的冲气游泳池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 他觉得先发之前 比赛开始前 他觉得真的体温很高 有点降不下来 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他就把冲气游泳池冲起来 然后里面加冷水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泡在里面 来降温 他觉得效果不错 他觉得自己觉得效果不错 所以在这个之后 其实他都一直会呆在身上 可能因为可能把气卸掉之后 折一折 可能算好攜带的那种 所以他就说 他就一直呆在身上 只要有需要的时候 他可能就像7月4号 那个时候他再打开来用 所以这一次 这个27号 8月27号要登板前 他会考虑看看 如果真的热的 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他或许就会像7月4号 那时候再把这个打开来 加冷水来用 泡在里面 另外伊藤大爷的抗暑对策 最厉害了 我讲最厉害了 这个是我记得29号早上的新闻 伊藤大爷刚好被问到 那你有什么抗暑对策 伊藤大爷回答 那就是很简单 不要说热这个字就好 不要说热这个字 只是有时候不小心 自己还是会讲出来 很妙 这个回答有够妙 抗暑对策 就是你不要讲热这个字 另外8月29号这一天 还有一个新闻 俄军的游击手 年轻的游击手上野响平 这个确诊新冠肺炎 被查出来是阳性 那查出来的原因是 因为不管义军跟俄军 其实这段期间 我忘了他没有写每隔多久 反正每隔一段时间 就是全队都要去做PCR检查 在28号的时候 刚好又排到了 日伯的俄军要全员 不管监督 教练 选手 工作人员 全部都要去 又固定的去做PCR检查 结果一查 哇 上野响平是阳性 大家紧张要死 因为28号那一天 大家有出场比赛 我记得还打了整场吧 索游击 大家用刷到PCR 哇 居然就一定要打完 一整场 比赛打完去筛检 哇 居然阳性吓死了 所以29号 原本在俄军 有一个对东北乐天 俄军的比赛 就赶快临时喊咖 整个俄军球场 可能也做一些消毒 只是因为 虽然查出来 上野响平是阳性 只是他的身体 完全没有发烧 也没有任何症状 等于就是一个 无症状的情况 但还是要处理 所以管辖的保健所 就指示 上野响平 要立即的接受隔离治疗 所以现在上野响平 就被隔离了 隔离治疗 但是也是一个无症状 所以真的很麻烦 无症状可能不知道 我记得那时候 那天还有看到一些 日本网友分享的照片 比如说那天28号的赛前 这个上野响平 还跟世慕莲一起 肩并肩走进秋场 哇好恐怖 你就看到这 哇怎么会这样 可是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那也不能怪他们 所以这个真的 大家还是要很小心 虽然台湾这边 感觉比较好一点 其实还是要很小心 好再来来回顾一下 这个上礼拜的比赛 先来回顾 这个8月24 8月25这两天 跟这个罗德的这两场比赛 好那这一天 木村文记 8月24木村文记被升上一军 等于是他交易到了日本火腿后 第一次升上一军 那比赛的话 3比3 跟这个罗德平手 野村又西敲了第4号的全力打 这个小朋友感觉要以后 就是把这个日本火腿中心打者的重弹扛下来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也是如此的 甚至你可以说好像也没别人了 你不扛也不行了 那先发投手 班赫根4局被打两只安打 6k50分 表现还是很稳定 那只是因为本来领先3分到了第9局 这个派出守护神 刚当第三个小孩爸爸的三铺冷大 结果没想到失了3分 最后平手 又是一个该赢没赢吧 可以这样讲 那赛后立善监督就说 就是没有能够把这场比赛好好的赢下来 那他相信大家都是努力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很多该做的事情 就是接下来要去做 那对于三铺的看法 他说既然他是我们的closer 我把closer派出来就是相信他 就是相信他 那另外报道 我看还有提到野村又西 因为他打了这个个人第4号的全力打 等于是大只棒生涯最多了 过去他最多是三只 今年已经有第4只了 而且奥运结束之后比赛恢复 到这一天8月24号的时候 8场比赛敲了三只全力打 6个打点 感觉气势整个出来了 尤其前半战的时候 比如有受伤 那时候也说要利用奥运的时间 让他好好在二军加强 他左膝盖附近的这些肌肉 让他肌肉更强 创业点不要让他旧伤再复发 什么什么的 他觉得现在的情况 就是比较可以尽全力跑了 有比较好转的 虽然没到完全好 但是比较可以尽全力跑了 既然现在一军需要他 需要他出场比赛 他觉得就不能把这些成绩 比如我身上还有旧伤 或这些东西当作借口 那就是既然在一军 一军也需要我 我就是要把自己准备好 引接这个比赛 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课题 就是手背 野村游戏的手背 尤其有一些是那种记录上 看不出来的失误 有时候可能是接球小失误 但是记录记安打这种东西 那野村游戏自己觉得 对自己来讲 其实就是要练到 不管什么球打过来 我都要接得到 他也会为了这个目标继续努力 但现在知道自己 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那目前他到这天 应该是八次失误 然后第三建都的看法是 当然打全力打 就是打击这边是很好 没有错 那其他的部分 还有蛮多地方要再加油 那他相信野村游戏 自己本人也会去反省 然后也去多出自己 往前进 大概第三建都的看法是这样 好再来8月25号 就跟罗德的第二场比赛 4比7输了 那先发誓这个河野龙生 六局被打齐安打 四个三阵 而且被打两支全力打 15分 自责分是4分 那赛后他自己 有说一些话 然后他说 这一场比赛主要比较没有做好的事 比如前一个半局 这个球队野手们才替 比如为自己 或是为球队得了分数 结果没想到下一个半局出来投 他就又失分 甚至被罗德逆转 他觉得对野手的大家很抱歉 那当然后面 他觉得自己没有投的很好 就是没有把领先的优势守住 他接下来会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然后我觉得还得给他一点时间 至少这一次出来 我觉得前面的局数投的还OK 后面可能体力吧 我觉得体力有关 可能 这比较复杂 我觉得这比较复杂 这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 但是哪里要改进 我相信应该很清楚 河野龙生自己也知道 然后就只能慢慢让他自己去调整 另外这场比赛 还有牧村文记 这个转队之后 第一次的一军先发 他也有选了两个保送 还有一个高飞牺牲打 还有一个打点 前一场比赛也有一个高飞牲牲打 连两场都有高飞牲牲打的比赛 我觉得这也是 多少替这个球队注入一些活力 我怎么这样讲 因为今年球季前面的比赛 在比如前半战 大家会很常看到 哇 有满垒无人出局 甚至什么什么 就是可能一出局 没人出局 三六人 连一个高飞牲牲打都打不出来 有蛮多这种情况 大家应该印象里都还留着 那牧村文记来 我觉得至少他表现出给这些选手看 我是有办法 就是在这种 至少 我来一个高飞牲牲 就可以替球队制造一分的时候 比如我可能 我怎么做 或者是我怎么去分析对方的投球 哪一些球是比较容易打高飞球打到外野去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说经验也好 或者是选手本身就是有这种特质之类的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分享传承的 分享出去 我觉得会让整个球队有一些比较好的正向的感染力 我觉得会有 有时候就是大家都打不出来 大家也闷在那边 大家心里也都知道 其实这个时候打一次快飞牲牲牲牲就够了 可是偏偏就大家打不出来 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一个 他好像比较容易就打得出来的人 大家不知不觉中我觉得会变成说 其实还是打得到 我们也应该可以打得到 就是有那种传染力我觉得有 另外这场比赛输了 第90场比赛 等于智利优胜的可能性消灭了日本货队 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拿到优胜 这个借金也到了今年球季最多的16 只是立胜监督还是很乐观 立胜监督说 如果现在就是没办法智利优胜 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就连胜 把该赢的比赛都赢下来 拉出一波连胜之后 自然这个智利优胜的可能性就会复活 我们绝对没有放弃 所以很乐观 所以我觉得至少 球队毕竟比较低迷 现在 可是你还是得去营造出一个 我们没有放弃的氛围 不然 如果比如说监督教练 开始让选手都觉得 我们现在反正接下来比赛 好像消化四盒一样 死马当活马一 或是我们只是在练兵 那真的就不用玩了 真的就被你 我觉得至少监督带头做一个 我们没有放弃 就算现在暂时没办法智利伏法 没关系 我们就好好接下来把每一场监督的赢下来 我们拉连胜 自然这个就复活了吧 这可能性会复活 好再来聊一下 另外这个五六日跟C5的三连战 做柯二大度会巨蛋 第一场8月27 7比2 银球 先发是前面提到的磁田龙银 虽然比赛后的报导好像没有讲 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冲起游泳池冲起来 灌人水进去泡 没有讲 但是他比赛在第五局的时候 头啊头头啊头 有一些状况发生了 那因为被这个浙子四纳打安打之后 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荒木大夫头额教练 还有这个防护员 就往那个头头球 叫在里面上头头球 然后说了一点话之后 跟磁田龙银说说话之后 磁田龙银就决定下去处理了 下去处理 感觉好像受伤还是什么的 后来有稍微解释 日战监督比赛后 他说其实没有关系 无大爱 就是磁田龙银那个时候 有一点点要抽筋的感觉 要抽筋的感觉 只是大家讨论之后 决定不要硬衡 就是我们没关系 那就下来休息 既然有一点点快抽筋的样子 那就休息好了 因为毕竟天气热可能也有关系 当然上来救火的是井口而鹏 我觉得他其实从以前进职棒 我觉得他就是有这种氛围的投手 他很会 你把这种拆炸弹的任务交给他 他是有一些能力 或是有那些投球的气势 把这个炸弹顺利拆解的投手 我觉得他又感觉起来也是那种 不需要热身太久 就是临时有状况 他可以马上把自己挑战好 就可以上去投手 所以他这一天就接地 十天龙银的后面紧急登板 顺利把第五局投完了 一局没失分 也拿到今年的第一胜 恭喜他第一胜 另外这场比赛有个点 发现不小心发现 应该有 山普能大这一场有出来投 投一局一安打一山镇一保送 没失分 但是他是第八局上来投 领先的情况第八局上来投 所以那时候看到 怎么第八局派他 是不是守护神要被拔掉之类的 但是也感觉就是怪 又跟他过去的起用法不同 而且前面的比赛丢了三分 第三天路也是说 反正我退出了closer 我就是相信他 怎么没过几天 还算稍微微幅领先 大于三分的情况 派山普投第八局 那时候觉得好像可以观察 这一场比赛还有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记录 西川摇晖在第八局的时候 倒二壘成功 成了日本职棒史上 第30个通算倒壘数 达到300倒壘的选手 这厉害 300倒壘 打300安就很难 倒300次成功 这个报道里面 大家整合一下一些记录方面 比如有的媒体写到 西川摇晖的第一次 第一次倒壘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倒壘是在2012年的4月1号 好巧 也是对西武的时候 也是对西武的时候 另外还有 西川摇晖会达成300倒壘的时候 是29岁又4个月 是日本职棒历史上 这30个达成300倒壘成功的选手们里面 第七个年轻的 不是最年轻 第七年轻的选手 那他的通算倒壘成功率 8×57 跟通算倒壘300倒壘以上的选手里面 他是最高的 原本最高的是广赖赎工的8×29 但是被西川摇晖突破了直接往上推很多 8×57成功率 他是这个300倒壘里面 倒壘成功率最高的 那西川摇晖自己讲 但他觉得这当然不容易 因为这些倒壘的数字 就是不会减少 反正你倒壘一次成功就是加1 倒壘成功一次就是加1 所以这是那种累积累积累积而来的 接下来是要继续累积下去 另外就是 因为其实他299蛮早以前 就已经倒299了 隔了一段时间才达成了 这个第三百次倒壘 球团这边其实早早就帮他做好 那个纪念的拿在手上那个牌子 恭喜你300倒壘成功 他说真的很不好意思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尤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远针 都不是在客场 球团的人都还一直带着这块板子 到处远针 就是有点替球团的人远天麻烦 不好意思 还有你带着这个牌子四处针肘 我都会跟着球队到处走 走的一圈 维莱终于用上了 虽然时间拖了一点点久 对工作人员不好意思 让你带着他带那么久 我才达到第三百次倒壘 好再来隔一天了 好礼拜六这一天 8比28的 西武的第二场比赛 最后8比8平手 这一场比赛 加藤桂枝先发 5局被打10只安打 失4分 另外三浦投第8局 50分 投1局50分 这个比罗 比罗投第9局 果然看起来守护神换人了 现在改比罗 比罗投1局也50分 只是这场比赛 库瑞会失了4分 另外好像也有另外一局 失了4分 加藤桂的 但那一局有一点点我觉得是 一开始守备上先有失误 让他整个节奏乱掉 另外打击方面这一场 王波龙打第7号的拳内打 还有这个明星选手 高冰佑人也打了第7号 因为之前上个礼拜 我记得还有一个报导 我没有拿进来 但是他大概写的是 日本后队可能有一个 不是那么好看的记录 快要发生了 意思就是 可能会不会最后打完一整季 球队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10支拳来打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 三成的打击率 我出来看看 好像有机会 可是又觉得 比赛还有50场前后 那时候我觉得最多的是 近藤7支 高冰跟王波龙6支 这一场比赛 高冰跟王波龙各加1支 等于777 现在球队里面有3个 最多的也就这3个 都各是7支 各都7支 还欠3支 大家加油一下 至少凑个10支 好看怎么怎么打 好那再看王波龙这场比赛 他自己就说 打到的这一球 是变数球 那变数球 他觉得 就是那个场面就是觉得 他觉得最重要的 至少先做到 那个再追加一些分数进账 那当然自己正上打击区的这个 心情或者是态度就是 抱着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 然后刚好就 选到了一颗 就是有点偏高的这个变数球 所以就棒一口气吧 空出墙外 那另外我看还有啊 因为这场比赛 其实日本火队打击算蛮顺的 所以比赛一开始没多久 然后也有借着那个金井打野 其实表现控球啊什么的 没那么好 所以最多最多 其实陈欣领先7分 但是最后没有守住 最后被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8比8的平手 没有赢 那立正就表示很抱歉 那当然他觉得这场比赛 其实就是一个 再怎么样都要比对方的分 要多1分的比赛 至少要多1分的比赛 那没人赢下来有点 就是对大家很抱歉 那另外提到库瑞辉 然后就是领先4分的时候 第7局出来投 结果没想到有点走中 被西武打者打了一轮 最后被追平 那嗯 库瑞辉在今年这一场比赛的话 已经是第42次出来比的 有出来投球 出来登板 那一场比赛有失到4分的时候 是今年最多的 但是不过因为他的这个中继成功 有25次 也是目前台北亚联盟最多的 所以伊丽丹就觉得说 今年再怎么样 库瑞辉 其实已经是很辛苦 而且前面的表现也都很好 所以虽然这一场比赛 一局就失了4分 甚至把这个球队的胜利搞掉了 但是他觉得不能可责他 不能可责他 因为过去的努力 就是已经够了也很多了 对 虽然派他上场结果论来讲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但是第三天都一来不会后悔 二来也觉得就是不会可责 好 再来第三场比赛 这个礼拜天8月29号的比赛 6比0 获胜 伊藤大海先发 拿下个人第8胜 而且是个完封 完头完封阵 九局 完头九局 仅仅被打4只安打 9个三振 3个40球 50分 完封 当然50分 除了自己职棒生涯 第一场完头完封之外 他这8胜 刚刚提到8胜 已经对太平洋联盟5个球队 全部都胜利过了 很快 太平洋5个联盟球队 在大了菜鸟第一年 他就通通都赢过了 然后日本火球团 有投手 这个投出完头完封 是继6年前的有缘航评以来的 好久 看到了 哇 这么久 这个球队已经6年没有人投完封过 当然 这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有完头能力的投手 可能这几年也没那么多 这是一个事实 那当然跟这几年职棒 就是在投手的调度使用上 分工比较细了 可能也有关系 所以因为这样 如果你回归到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职棒 当然不是说以前就比较好 现在不好 我觉得没有 各有各的好 只是以前你会比较看到 多的心法斗手 愿意一直去挑战 可能为了成绩 为了球技后 多一个记录 好的记录 可以跟球团谈心也好 或是为了一个自己的满足自己 我要挑战自己 我要投一个完封也好 以前可能比较常干到 现在可能比较没那么长 所以现在要看到完封 就觉得好不简单的 以前觉得厉害 但是你会觉得明天说不定 别队可能也有一个投手完封 以前会觉得好像随时 有投手完封 你也不会觉得太有 但是现在看到完封 会觉得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这一天他是用了134球 他投完八局的时候 其实已经用了122球 那个时候也刚好是凭了他 职棒生涯里面 单场投最多球122球 所以其实那时候可能大家觉得 会不会那就好吧 完成8局就好了 毕竟投球数有点多了 就好把它放弃 但是那一局投完下去 赛后的报道是有提到 这个伊藤大海自己说 他跟这个荒木大夫投手教练 稍微讨论了一下 这个伊藤大海主动 主动跟投手教练说 再让我投一局 他我可以 我可以再投一局 所以就第9局就决定让他继续投 而且顺利解决了 完成这27个初局数 投出了一场玩风 那在这个赛后英雄访问的时候 伊藤大海是说 因为毕竟前一次的先发 他投的不好 有点不甘心 自己没有投好 所以这一个礼拜 他思考了很多东西 果然真的是会做脾气 会一直想的这种投手 他说他这一个礼拜以来 想了好多好多东西 但第一个最大原因就是 不管如何 就是在投球球上就是要把这个球投好 不要那么容易被打者击倒 或是跟打者的缠斗可以再多一点 这种感觉 那当然这一次的比赛 因为投了完风 内容虽然不错 内容虽然不错 而且他自己觉得 比如从第一局开始 他就有把他自己的投球节奏投出来 一直把投球节奏抓住 没有乱掉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地方 不足的地方 他觉得还是有 那这些小地方 不够好的地方 他下一次的灯板 会好好的去改进 好好的去改进 他没有自满说这一次完美了 没有 他觉得虽然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 下一次灯板会 一并的把这些没做好的地方补起来 意思是不知道该不会下一场也要玩风玩头 我就对了 我乱讲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 他提到 玉兵这个是奥运结束之后 他又再次在职棒的战场上拿到这个圣头 那也很巧的8月31号 就是他24岁的生日了 24岁的生日 所以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帮自己24岁生日提前拿了一个礼物 进职棒的第一个完头完风 那他自己是觉得说 其实不管是打棒球 作为一个出社会工作的人 他都觉得 他都应该要慢慢慢慢成长 不管是在棒球上 或者是做人做事上 他都要继续有一个成长 因为毕竟税数慢慢慢慢变高了 那下一个目标 提到下一个目标 他就说 下一个目标我想要 今年球季完成两位数的圣头 意思是我看一下8圣还差2圣 感觉有机会 不难 感觉不难 这个目标应该不难达到 另外这场比赛还要再提的 也是隆隆 我们的大王王伯隆 4局上的时候 满垒的情况 他还少了一个3分打点的二雷安打 把这个球打到中油外野 两个外野手都接不到 一口气 垒上上个跑的时候 跑回来自己也跑到二雷 加上前一天28号 8月28的时候 满垒的时候 他也打了一个左外野那边 有点lucky的安打 安打也替他进仗 2分打点也跑到二雷 所以日本记者就帮他算了一下 今年王伯隆在满垒时的打击率 来到了5x45 所以日本媒体就封给他满垒难 满垒难就是 在满垒的时候他打的会特别好 那怎么讲 王伯隆自己是觉得说 因为是满垒 其实他的心情 站上打击区的心情就是 无论如何至少我也得送一个人回来得分的这个心情 进去 这一个29号的比赛 他心里就先有点设定好了 第一个好球来的时候 我就是要好好把他抓住 而且他做到了 他觉得这是他表现比较好的地方 能够打出关键二雷安打 清雷二雷安打的关键 心里白就设定好 第一个好球来的时候 我就是不要loss 就把他打出去 刚刚提到记录 满垒 今年满垒5x45 11个打数6支安打 超过很高超过5成 今年的打点数是34分 在这个29号比赛结束后 34分 34分里面有16分的打点 都是满垒的时候打的 快要一半 快要一半的打点 就在满垒打的 甚至在满垒的时候 他的长打率有高到8成18 有扣高 满垒的时候就特别会打 而且不止特别会打 还特别会打长打 历生监督觉得说有点安心 历生监督觉得慢慢放心了 他觉得大王这阵子 慢慢慢慢那个 机球感觉又找回来了 中间可能前一段 有稍微疑似一下下 但是又找回来 那王布隆自己觉得就是很简单 这些东西就是要练习 只有练习 不管机球感觉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是要透过练习 来让自己的身体去记住 去熟悉这些感觉 所以没有什么接近 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 这样 他跟日本媒体的回答是这样 好 以上就是这一集日工配信 这个礼拜好小请假 由我一个人来跟大家服务 希望大家听的习惯 因为也好 好像也蛮多集都是好小的我来帮忙 这一次请个一个假 看看下个礼拜会不会再回来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日本火腿的事情 OK好 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再会 拜拜